他又穿裙子了 真的那我要装牛 闪亮新主播八禁六比赛中 穿着黄色上衣和牛仔裤帅气打扮的春春 一出场就让台下观众尖叫连连 作为嘉宾的春春 除了要唱歌还要配合选手完成互动游戏 而其中最不可思议的就是 让从来不穿裙子的春春首次尝试穿裙子 请让春春穿上裙子 随便谁呢穿上他呢都会特别的好看 尤其是像春春这么帅气的女孩子 春春你觉得适合你吗 你喜欢穿吗 不喜欢 何老师 苏老师你帮我个忙吧 我帮你什么忙 春春说他不想穿 然后我想让你穿上有 有更大更好的魔力 然后以此来吸引我们的春春 穿上这条漂亮的裙子 大家说好不好 好 包和老师好好 各位观众 中国电视史上难得一见的情景 春春 哇 等一下 面对伶牙历史的选手 让一向颇有大将风范的春春 也难免紧张 自己下是一个很安静的人嘛 所以你语言也不是很多 然后我感觉主持人就是很能说那种 所以真的他们中间其实我自己很紧张 春春的最新单曲《冬天快乐》将于12月19日在北京绿首 而春春也借由娱乐无期限的镜头把这首歌曲推荐给所有的歌迷 希望希望通过这首歌让玉民们让许多的朋友能够重新认识一下李春 然后其实也有很安静的一面 因为那首歌其实本来是写的挺温暖的一个 我自己还觉得很喜欢 所以到时候大家听听看了 谈到新单曲春春希望能够在月底的跨年演唱会上 作为新年礼物唱给歌迷听 那么在演唱会上春春最想跟哪位男明星合作呢 余春庆吧 因为我觉得她是一个现场就是live非常非常唱得非常好的一个歌手 然后现场感染力也很好 我觉得可能和我和我比较感觉比较像一点 春春现在的人气如这中天 由于她受关注的程度也让她的家人受到了影响 对此她烦恼不已 其实自己不是很希望家里面人受到打扰 所以我也是尽量减少 就是让他们有一些 就是有一些活动他们可能会邀请家人一起 那其实我也是在尽量避免 就是我还希望家人可以过以前就是很正常的生活 不要为了我一个人让我影响那么多人 娱乐无极限无力男长沙报导